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張師母美顏 總是覺得跟張師母在靈裡面十分的契合 上次來講到以及這一次 我都有機會跟她有一個短短時間的分享 在組裡面弟兄姊妹們和睦相處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也非常開心再次在你們當中 和你們一起分享信息 一起敬拜神 我們一起來禱告好嗎 天父我們眾人坐在你的面前 我們講的跟聽的 主要全然地將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天父主 祢現在就在我們的當中 主啊 我們要以靈來敬拜祢 我們的心全然地向祢敞開 全然地向祢的話語敞開 主啊 幫助我們毫無阻礙地了解祢的真理 謝謝主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 完全地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祷告乃是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在羅馬書 羅馬書的主題是福音是神像 相信他的人施行拯救的能力 那羅馬書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解釋 因性稱义 然後呢 羅馬書第五章到第八章 保羅向羅馬的基督徒詳細地解釋 因性稱义 對信徒有什麼意義 因性稱义 對信徒有什麼意義 今天的分享裡 我要簡單地介紹羅馬書第六章第一節到第十四節 所以說我們當中如果有聖經的話 請你現在就翻開羅馬書第六章第一節到第十四節 那這是保羅所寫的聖經經文中 相當重要的章節之一 羅馬書第六章的前文是第五章 它的基本論調就是 當基督徒在基督裡因性稱义的時候 對未來是有確據的 就是當基督徒在基督裡因性稱义的時候 對未來是有確據的 亞當他的罪為人類帶來了死亡 亞當的領域 這個舊的領域不再代表我們 是誰代表我們現在 在新的領域是基督代表我們 基督的異形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為我們所有屬他的人帶來了永生 這個基督的領域 我們稱之為新的領域 保羅宣告信徒從亞當的這個舊的領域 轉移到基督的這個新的領域 所以第五章應該是讓讀者 充分地感受到平安的喜樂 但是保羅知道基督徒對未來 還是有一些問題要問 例如屬基督耶穌的人 在世上的日子將會如何 既然信耶穌的基督徒已經得到永生了 那麼基督徒還會犯罪這件事情 怎麼說呢 我們信主以後的所作所為有關係嗎 其實這些問題在保羅的心裡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在羅馬書裡面 他對這些問題有相當多的討論 還有寫羅馬書的時候 其實保羅已經教導福音好多年了 他知道一般人是如何面對在基督裡有永生這個好消息 他知道有些人認為說自己已經拿到了進天國的入場券了 因此他們在世上可以為所欲為的生活活在最終 我們都知道稱義是論及罪得到赦免 基督的死解救我們脫離罪的刑罰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也知道所謂的成聖是論及罪被降伏 基督的死解救我們脫離罪的權勢 the power of sin 罪的權勢 那信徒所享有的新地位 所謂的稱義 帶來的是一個新的影響和力量 那這個新的影響和力量 已經導致 並且也要導致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這個就是成聖 然而 雖然這個轉移 轉移進入新的領域 是已經確定而且發生的事情 但是如果以為我們進入這個新的領域 我們在基督耶穌之下 從此就遠離了所有 罪的舊領域的接觸 或者是影響的話 那就表示我們對保羅的教導 是有一些誤解 信徒雖然是屬於一個新的領域 卻是帶著許多舊生活中的衝動 很多舊生活中的習慣 很多舊生活中的習性 那罪 對於想要 要將稱異的地位 真實地活出來的基督徒 是一個持續的威脅 這就是為什麼 保羅寫了羅馬書第六章 第六章的主要的議題就是 降服罪的權勢 基督徒得自由脫離罪的暴虐和瑕疵 所以讓我們來開始看一下 羅馬書六章第一到第十四節 我們一起來看第一節 我們同時來念一下第一節的經文 這樣怎麼說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該怎麼說呢 保羅在羅馬書有好幾次 使用這種很生動的問答風格 這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問題 是像當時的羅馬基督徒提出來的 他不是為了辯論 他乃是為了教育 要教育那些反駁他 他的觀點的人 也教育那些基督徒 學習順服 以及 學習基督徒應該有的生活態度 生活型態 所以這句話這樣 怎麼說呢 引致了下一個問句 下一個問句說 我們可以扔在罪中 叫恩典顯多嗎 意思就是 在我的PowerPoint上面有寫 就是我們該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繼續生活在罪行中 好像讓神的恩典顯多嗎 保羅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 當時有些羅馬的基督徒認為 保羅的教導在五章二十節 罪在哪裡顯多 恩典就更顯多了 這樣子的教導 保羅這樣子的教導 會鼓勵人去作惡 使得善可以來到 這樣的教導 是導向眾欲主義 這樣的想法 是錯謬的 其實當保羅在五章二十節說 罪在哪裡顯多 恩典就更顯多了 它其實是一個歡喜快樂的宣告 救恩歷史中 神恩典的得勝 他告訴他的讀者 說在救恩歷史中 那個律法時代 雖然神的百姓 很嚴重地悖逆犯罪 神卻沒有放棄他的百姓 是神的恩典 持守他要藉著米塞亞 帶來救贖他子民的計劃 將他們不配得的福氣 浇灌在他們身上 賜給他們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神恩典得勝的宣告 因此那些人認為說 神饒恕罪的恩典 就是鼓勵人繼續生活在罪裡 好讓神的恩典顯得更豐盛 這是非常荒謬的誤解 保羅一定已經從 反對福音的人那裡 聽到了這個謬論 於是保羅以問問題的方式 提醒他們想一想 面對神莫大的恩典 難道我們可以 扔在罪中 叫恩典顯多嗎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繼續生活在罪行裡 持續地犯罪 好讓神的恩典寫得更豐富嗎 好像神被迫赤下更多的恩典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如果保羅問你這個問題 你會怎樣回答呢 悶心自問 誠心的自省 其實對基督徒而言 對我而言 很多時候一不小心 濫用恩典 以及安於 罪惡的試探 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會有的 是一個持續的掙扎 稍不留意 我們的生活就落入 法國懷疑主義者福爾泰所說的 神反正會赦免 那是祂會做的 所以犯下罪 不要那麼緊張 那我們來看 保羅怎麼樣回答這個謬論 保羅說在第二節 斷乎不可 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 豈可扔在罪中活呢 在罪上死了的人 原文的意思是 已經向罪死了的人 保羅以他慣用的斷乎不可 鄭重地否認 基督徒應該犯罪來獲取更多的恩典 這個誤解 保羅不但否認 而且還進一步地解釋 為什麼 眾欲主義是錯誤的 我們已經向罪死了的人 怎麼可以 人就生活在罪裡呢 羅馬書的第六章的主要的重點就是 基督徒已經向罪死了 基督徒已經向罪死了 那麼 向罪死是什麼意思呢 有兩點 向罪死是基督徒與基督之死的連結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 是以代表我們的身份受死 神接納基督之死是為我們死 以至於當基督受死的時候 我們也死了 第二點 向罪死 暗示一個人與罪做絕對性的分離 這個人已經脫離罪的控制 我們不再是罪的奴仆 罪再也不是我們的主人 我們已經獲取脫離罪絕對暴虐的統治 脫離我們歸在主以前的情況 在我們信主以前 在我們歸主以前的情況 我們已經脫離了 所以當保羅說 我們已經向罪死了的人 怎麼可以仍舊活在罪裡呢 他是說 一種習慣性的犯罪 以至於一個人的生活 是以罪為特徵 想起他的生活形式狀態 那個特徵就是犯罪 罪在這個人的生命中 生活中仍舊做亡 而不是以神所要求的 蒙神喜悅為特徵 對一個真正經歷了 從罪的領域 或者是罪的暴虐之下 被轉移出來的人而言 是不可能持續 留在這種習慣性的犯罪的情況裡 對信徒而言 罪的詮釋已經被打破了 這個真理必須在基督徒的行為中 很清楚地表現出來 或許 或許 你會很誠實地說 哎呀 我的生活方式 還是有不討神喜悅的地方呢 這個是事實啊 請問經文怎麼說 請問這節經文裡 向罪死了 是誰死了 是誰死了 在這節經文裡面 向罪死了 是誰死了 那個死了的 不是罪 而是信徒 就像魏斯里所說的 雖然罪不再做王 但是他仍然活著 所以雖然活在罪中 習慣性的犯罪 不符合基督徒的生活 也不可能是基督徒 一種經常性的狀況 但是犯罪仍然是基督徒生活裡 真實的威脅 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 仍舊會經歷在罪中的掙扎 你什麼時候不跟罪 不在罪中掙扎 屬靈生命就出了問題了 有一位神學家 給了一個很好的提醒 在誠聖這一方面 他說我們問自己 就是說當我們問自己 我聖結嗎 當我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聖結嗎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提問 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乃是 耶穌是單單掌管我生命的主嗎 我有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嗎 我的行為舉止 榮耀耶穌嗎 我的生命 有吸引人來歸向耶穌嗎 當我們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個問題的主角不再是自己了 我們就會越來越不看自己 不看自己的表現 不看自己的成就 而承認這一切 都是因為神活在我們裡面的結果 這就是意味聖結 其實是一種passion 是一種熱誠 聖結 不是表現 當我們一想到聖結 我們就想到我們該做這個 該做那個 我們不該做這個 我們不該做那個的時候 然後 在那個狀況之下 所有的完美主義 律法主義的危機 就出現了 就來臨了 事實上 我們所要可慕的 並非聖結 我們所要可慕的是神 我們要可慕 以靠神 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作為 來向最死 過聖結的生活 讓向最死的聖結生活 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真實 很多時候 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一點點方向的錯誤 結果截然不同 求生憐憫 為什麼團氣生活那麼重要 我們就是在聚會裡面 可以彼此提醒 接著保羅 在六章三節到第四節 說明 向最死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節 我們同聲來念一下好不好 第三節 起不知 我們 起不知 保羅這節經文的一開頭 他就問 說 他認為說 羅馬基督徒 對於洗禮 是熟悉的 是明白的 他說你們難道不知道嗎 他認為 羅馬基督徒大地 沒有忘記 受洗是歸入基督耶穌 這個道理 那麼 什麼是受洗 歸入基督呢 保羅所主張的 保羅所主張的 受洗者 以接受洗禮 來確定他 決心信靠主 我們願意受洗 是因為我們願意接受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生命的主 願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成就的救恩 等等 因此 基督徒的洗禮 是信徒與基督耶穌 連結的外在確具 洗禮並不建立 我們與基督連結的關係 只是見證一種 是由信心 建立的 我們與基督之間的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說 藉著受洗這個外在的確具 來見證我們與基督之間的連結 信徒與基督的連結 就是信徒在基督的死 和在基督的復活上 與基督連結 我們與基督連結 歸入他的死 這個是新生命的開始 這個是救生命的結束 我們與基督連結 歸入他的復活 這個是新生命的開始 保羅對羅馬的基督徒說 你們大抵沒有忘記 我們受洗 是歸入基督 耶穌這個道理 然後接著 第四節 保羅繼續解釋 向罪死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一起來看第四節 同聲來念 所以 這節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是在洗禮中 向罪死了 請看原文的翻譯 我在PowerPoint上面的下半部寫著 所以 我們藉著洗禮 歸入基督的死 和他一同埋葬 為的是要我們也得以 活在生命的信仰裡 像基督借著父的榮耀 從死裡復活一樣 我稍微來解釋一下這節經文 我們以基督一同埋葬的目的是什麼 根據這節經文 埋葬為死亡 就是所謂的向罪死了 做了封印 就是說 埋葬表示說 真正的死了 我們確定 這個人真的死了 我們才會把他埋在地底下 或者是 放在瓮裡 埋葬表示說 是真正的死了 那其實埋葬 在基督教信仰裡面 也表示要為那個要來的做預備 那個要來的是什麼 基督 他死 埋葬 下一個是什麼 復活 OK 所以 這節經文 這裡的經文說 為的是要 我們也得以 活在生命的信仰裡 活的意思就是過生活 特別是在 道德的意義上面 就是從 舊的生命 轉到新的生命 包括在生命形態上的改變 我們藉著洗禮 和基督 一同埋葬的目的 是要過那 以基督復活為典範的新生命 就如基督復活 照樣 我們也應該開始有 新的生命 這是 非常重要的轉移 太多的時候 我們忘掉了看這個轉移 我們就以為受洗了 就好了 我們在新生命 新生命裡面 是靠著聖靈 過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我們基督徒 有新的生活方式嗎 那個新的生活方式是什麼 這裡講說 基督徒活在新生命裡 就好像基督復活一樣 我們得以活在信仰裡 好像基督 藉著父的榮耀 從死裡復活一樣 根據這個經文的後半解 基督是藉著父的榮耀 從死裡復活 對不對 那榮耀在聖經裡面 常常是跟能力 密切的相連 基督復活 是藉著父神的能力 從死裡復活 再說一次 基督的復活 是藉著父神的能力 從死裡復活 所以根據這節經文 基督復活在信仰裡 要像誰 要像基督借著父的榮耀 從死裡復活一樣 所以基督徒的新生命 是基於基督的復活 基督徒現在得享新生命 乃是由於基督復活的屬靈能力 這是暗示 基督死裡復活的能力 是我們這新生命的能力 因為基督已經復活 我們就能 而且也應該活在生命的信仰裡 不是依靠律法 不是扔在律法之下 不是依靠我們自己 乃是依靠 已經復活的 耶穌基督的大能 換言之 保羅將信徒目前生命的參與 奠基於基督復活的屬靈能力 所以基督復們 因為有份於基督的死 埋葬和復活 就被賦予能力 過一個新生活 這個新的生活 是神透過耶穌基督 所賜給我們的禮物 我們已經有能力 過這個新的生活 我們已經有能力 活在生命的信仰裡 那個能力 是基督復活的屬靈能力 所以第五節接著說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聯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 與他聯合 第五節再重複地強調 第四節所說的 根據第五節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請問這節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聯合的對象是什麼 我們聯合的對象 是主基督呢還是有其他 仔細看這一節經文 仔細看這一節經文 我們聯合的對象 是他基督死的形狀 基督死的形狀 那你會問我說 基督死的形狀是指什麼 形狀這個詞的希臘原文 有那個相似的意思 有像的意思 像 像基督那個像 所以我們已經 與基督死的形狀聯合的意思就是說 當信徒藉著性 與基督聯合的時候 就是與基督同死了 意思就是 象��死了 為什麼與基督同死 就是象 대死 因為在六章第十節 告訴我們 基督的死是什麼 是象際死 所以 當信徒已經 與基督死的 基督死的形狀 聯合的時候 然后信徒也是向罪死 所以这节经文又告诉我们说 保罗借此推论 信徒也将会与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 所以谈到复活 有未来和现在 未来我们当主耶稣在末日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复活 但是现在其实根据文脉 圣经的文脉 信徒现在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刚刚也讲过了 所以接着六章六节及七节这两节经文 再重复的叙述 以及更仔细地解释 六章四节到五节所教导的 信徒与基督同死的意义是什么 简而言之 六节七节是告诉我们 基督徒不再服侍罪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 同声来念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 使罪身灭绝 在下面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是 使罪身成为无力 六章六节非常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 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 拯救我们的这个真理 我们都晓得 这个拯救不只是使我们罪得到赦免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这个拯救还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 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前半段 忽视了后半段 根据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这个经文是谁跟基督同定十字架 是谁跟基督同定十字架 是救人 我们的救人 就是在亚当里面的我们 那个我们是活在罪和死的暴虐之下 那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的 是在我们悔改归正 之前的那个整个我 整个救人 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肉体 整个人 我们的全人 整个救人 和基督同定十字架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使罪身无力 罪身 就是指全人 不单单是指肉体 如果我们要得到 释放脱离罪恶的话 那就不只是我们的肉身而已了 还包括整个我 整个我都要与基督同定 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整个我都要从罪的挟制下面 被拯救 这意味着我们与亚当之间的联合 以及受制于他的限制 就是罪跟死亡 都结束了 死在这里代表结束 保罗说 当救人 和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不再服侍罪 我们从罪中得自由 这个是重点 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信徒已经从在亚当里 转移到在基督里 但是直到天堂的领导 要活在亚当里面的这个试探 总是存在的 我们还是会在罪中挣扎 这个是事实 然后保罗接着在第七节 再次地给了我们这些 仍旧在罪中 罪的试探中挣扎的人 一个美好的应许 好像 他说加油 他在此给我们加油 他用第七节 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下面的注释写着说 死 打断了罪 对每一个人的掌控 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上 那个死 打断了罪 对每一个人的掌控 所以基督徒 不再是罪的奴仆了 基督徒 不再被捆绑 在服侍罪里面 这应该是我们的认知 不要被骗了 我们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时 我们是向罪死 我们向罪死的时候 那个死 打断了罪 对我们的控告 这其实是一个胜利的宣告 我们在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告诉我们自己说 我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 Go away 离开我去吧 然后亲爱的保罗先生 接着在第八节 继续地告诉我们 基督徒和基督同死的意义 不但是不再服侍罪 不但是不再是罪的奴仆 保罗还说 我们与基督同活 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确实与基督同死 我们就相信 我们也将与他同活 刚刚已经讲过 与基督同活 就是未来 当我们死或者是基督再来的时候 信徒要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起复活 那信徒目前其实 也已经 就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享受新的生命 然后在第九节 保罗继续地解释 复活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来念第九节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知道 保罗说 对于我们将同享基督的复活的信心 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什么 就是下面那句话 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不像拉撒路复活 他仍旧还是经历了另外一次肉体的死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表示说 他已经与死之间 有绝对性的 最终的决裂 死不再做基督的主了 他复活了 没有和拉撒路一样 再次地经历肉体的死 基督的复活 预告了基督徒的复活 基督是那个 未来要复活的人的出手的果子 因为如此 基督的复活就表示 新的救赎世代已经开始 罪和死 在其中已经被克服了 于是在第十节 他说因为他死 因为基督死 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 是向神活的 向罪死了 我要解释一下 基督死 是向罪死了 我相信 大家都知道基督是无罪的 是不是 基督是无罪的 所以对基督而言 因为他无罪 就不需要像基督徒一样 必须要从罪中被释放 所以基督向罪死的意思 就是 他借着他的死 影响了罪 因为在他的死里面 他担负了 其他的人的罪的刑罚 那身为旧世代的人 耶稣曾经在罪的权势下 但是他和我们之间 有个关键性的差别 就是他从来没有屈服在 罪的权势下 没有屈服于罪的权势 而实际犯罪 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 所以当我们仔细的思想 救恩历史这个观点的时候 基督的向罪死的意思 就是 与罪的挟制分离 或者是 从罪的挟制中 得到释放 然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活 是向神活着 基督现今所活的生命 是为神的荣耀而活 保罗并非暗示基督 早先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曾经没有寻求 神的旨意和荣耀 但是基督的复活 让他有新的能力 来执行神的旨意 保罗提到 基督向神而活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预备我们 再看六章十一节里面 保罗所要做 就是把基督跟基督徒之间 做一个比较 六章十一节 是这一段圣经的书流 他呼吁基督徒们 要照着保罗在 六章二节到第十节 所描述的 来看自己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六章第二节到第十节 在想什么 六章二节到第十节 在讲说 我们向罪是死的 向神是活的 保罗在第十一节 要这么解释 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 这样 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保罗在这节经文 是以命令的语气 告诉我们 如何胜过罪 要向罪死 其实向罪死 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已经在祂的救恩里面 成就了 我们没有办法 自己向罪死 我想这个是大家的经历 没有办法 自己治死自己的罪 如果能的话 耶稣也不用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没有办法 自己向罪死 并且这也不是 神要我们做的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接受 接受耶稣的死 这个礼物 并且我们被命令 要去思想 以及认真地看待这个礼物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我们与祂的连结 我们也已经向罪死了 没有认真 尊敬地看这个礼物 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为所欲为的基督徒 是有必要检讨的 求主帮助我们 每当遇见罪的试探的时候 告诉自己 我已经收到这个礼物了 我已经向罪死了 让这个东西 不是停留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让这个东西 是停留在我们的行为里面 我们的行动里面 还有 保罗说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看自己 向罪是死的 在基督耶稣里 向神是活的 这个片语提醒我们 只有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这种新的状况 这种新的情况 才有可能 只有当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 我们才是向神活着的 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 就是我们是属于 代表我们的基督 阿们 你是属于代表你的 耶稣基督吗 是的 我们是属于基督 根据这段圣经 向罪死和向神活 是个只有与基督联合 才能达到的状况 因为他自己向罪死了 并且向神活着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只有当我们借着信 与基督有关联 连结于基督的时候 胜过罪的新生命 才可能成为事实 才可能成为实际 然后 保罗接着说 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信徒看自己向罪是死的 向神是活的意义 保罗接着以 命令的语气 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的 看自己向罪死 是向神活 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告诉我们说 不再是心里想的状况 而是要复制于行动 这一整段 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都是命令语气 保罗现在从思想转到行动 求主帮助我们 把神的话语 这个真理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从思想转到行动 真正的复兴 真正属灵生命的更新 只有当 我们活在行动中的时候 才会发生 口头上的呼叫复兴 不是真正的复兴 是行为真正的改变 才是真正的复兴 保罗深知这个道理 因此从十二节到十三节 他命令我们行动要有改变 他第一个命令 是在十二节 他说 不要容罪 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亡 使你们顺从 生子的私欲 保罗对我们的 第一个命令 就是在日常生活上 不要容罪 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亡 那这一小段经文 十二 十三 十四 这一小段经文 里面有一个应许 我们先看一下 在第十四节 那个应许就说 罪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 面对试探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 我们一起来念 罪必不能再做我的主 来说一次好吗 罪必不能再做我的主 这是应许 罪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保罗告诉我们 不要让罪的统治 占有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亡 其实那个身上 经文当中的身上 是指一个与世界接触的人 也是指全人 意思就是说 不要容让罪 统治我们全人 不管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身体 导致 我们顺从我们的私欲 所谓的罪恶的欲望 使我们成为罪恶 罪的奴隶 保罗说 不要这样 那你说 怎么办 我自己发现一个 对我个人很有帮助的 我相信很多人 都已经在做了 就是早上起来 第一个意念 就是把自己献给神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迹 是每分每秒的献上 一开始早上 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主耶稣基督 我将自己献给你 这一天 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做主掌握权 有没有失败的时候 有 往往是因为前一天 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非常的软弱 所以第二天早上 一睁开眼睛 又是在想那些事情 但是越想越愁 然后提醒自己说 好 起错床了 重新再起一次 是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保罗的第二个命令 我们一起来念 十三节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 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 做义的器具 献给神 肢体 肢体在这里的希腊原文 是天父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能力 和我们的资源 保罗的命令是 基督徒们 不要把我们天父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能力跟资源 当作不义的武器献上 我们既然知道自己 向罪是死的 向神是活的 我们就必须不断地避免 用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资源来服侍罪 好重要啊 我常常会 试着 看自己到底是在服侍什么 你知道发呆是一件 很属灵的事情 真的 我常常会 在发呆的状况当中 认识自己 因为你在发呆的时候 你是最没有戒备的 所以当你在发呆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那个是真正的你 我就常常在我自己的发呆当中 发现说 哦 我原来是这样的人 主啊 你帮助我 保罗说 既然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向罪死的 是向神活的 我要尽量避免 用我们的时间 金钱 我们的能力 来服侍罪 导要像活着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我们的肢体 做异的武器 献给神 当我们弃绝服侍罪了以后 我们必须马上投入服侍一位新的主 就是我们的神 你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主 记不记得 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 所谓的主 就是master 就是我们的主 不是故宫哦 我们故宫 我们跟他做了八个小时 我们回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不对 但是主 有奴隶跟奴 奴隶跟主人的意思 做奴隶是二十四小时的 所以 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主 所以当我们弃绝服侍罪之后 我们是 要马上投入服侍一位新的主 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将自己献给神 那怎么献给神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 要像活着的人 像一个从死里活过来的人 我们身体的复活 还没有发生 要等主再来的时候 但是我们灵命的复活 已经发生了 灵命的复活 把我们引入一个新的生命 是一个服侍神的生命 然后 在这节经文 保罗最后加上一项 对信徒的一个刻画描述 说 你们的肢体做义的武器 义 在这里是比较道德性的 就是所谓 蒙神喜悦的行为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将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资源 献给神 做讨神喜悦的行为 我们要将自己的天赋能力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资源 献给神 讨神喜悦 这是保罗的意思 然后第十四节 因为罪 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是在恩典之下 前面这些命令 可以达到是因为 罪 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这是对每个信徒 都有效的应许 罪 绝对不会做我们的主 不论是现在还是永远 我们都知道并且经历 试图阻止 罪的挟制 是一个非常令人 却步的任务 某王王觉得 自己可能会失败 可是保罗提醒我们 他说 在信徒的生命中 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主权的改变 我们不在亚当之下 根据这个经文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了什么样的人呢 像罪死了 像神火的 信徒就是在这样的新状况里面 在这样的新状况里面 可以勇敢满勇信心地 与罪征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好不好让我们现在站起来 让我们在主面前 这样的告诉自己说 罪 必不能再做我的主 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 我乃是在恩典之下 我们可以一起说 罪 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 我乃是在恩典之下 罪 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这是一个应许 罪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不能 从那个骗局里面走出来吧 罪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让我们拥抱这个应许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 面对世界的挑战 今天我们走出这个门 我们就是一个像罪死 向神活的基督徒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